各位好,今天很開心能夠請到嘉賓和我們聊聊天 這位嘉賓,我要寫一個伏字給他 為何這麼說,因為解一個壞習慣相當艱難 例如我舉個例子,戒煙,很多人都很難戒煙 但如果你有決心的時候,都能夠解到 但我問你,如果要你戒毒的話 你想想,是不是很艱難? 所以這位嘉賓,我寫一個伏字給他 因為他靠著神的力量,能夠戒毒 他的名字就是陳子明,子明你好 你好,翠瑩 我剛才說得對不對? 這完全是上帝的恩典,都不是有什麼可誇 但是戒毒這件事是很艱難的 我問你,你戒了 現在是很多年前 你有沒有試過戒完又翻吃 戒過又翻吃? 其實這個上癮行為是,你高估自己 我們最初吸毒都是,第一次都是朋友請的 整班朋友在那裡,我們需要認同 需要認同,你不夠膽這樣 我們試一試 最初我們不相信自己,不能夠控制自己 但是毒品這件事,高過人的意志 當我們上癮之後,就無奈了 然後,明知想戒又戒不掉 又沒有辦法,跟家人就沒有溝通了 家人想的東西,跟我想的東西,很大的落差 然後大家跟家人,或者身邊的老師 社工,大家的信任就越來越崩潰了 這個真是很毒的,很大的問題 但我很想知道,毒品有什麼類別給你選擇 其實我不是專家 我們現在毒品的東西,度高一尺就摩高一丈 人家新型的毒品,多到不得了 有些叫油票,放在舵下面,舔一舔又行 有些用吸又行,有些打又行 甚至有些混在食物裏面,又行 毒品大致,據我所知,這個不要最準 分兩類,有草管性的毒品,有化學性的毒品 比如馬啡,大馬,海內嬰 那些是草管性的毒品,用一些麻醉 另外有些叫做,類似安非他命,麻醉 他們是一些興奮的毒品 是化學提煉的毒品 他戒癮的時候,身體很辛苦 上痛下射,骨頭好像被刀尿,好像幾千隻馬 咬著你的心 我們當時說,毒品不可以碰,白粉很厲害 但會不會分,哪一種毒品是容易特別上癮 譬如我們在很多電影或情節所影響 我不會的,我吃幾次才會上癮 甚至有哪些毒品,我吃就會上癮 上癮的定義在哪裏 上癮的定義是由淺入深的 你無知,你認為自己可以控制的時候 已經是上癮了 因為你輕敵 當你戒的時候,一次給一次是難的 因為每一次戒了幾天 不要緊了,我又放鬆了,我又吃了 變成戒一次就難一次 我們最毒就是,那些東西不會常癮 最毒就是,它不是毒 譬如有人說,我不是吸海洛英 我吃安非他命 這個不是毒品,最毒就是什麼? 最毒就是,它不毒 我想問,子明,你吸毒呢? 你是吸哪一種毒呢? 我最初是由大麻開始 接著海洛英 接著一些叫做迷幻藥 什麼都試一下 但是呢,其實那時候的毒品都很貴 經常都很貴 那你小孩子的時候 哪裏有錢去買毒品? 好像釣魚那樣 最初怎會收你錢的? 那些社會裡面很現實的 你沒有利用價值 他先哄給你吃 先給你吃 好像當年,我們男生都好些 利用你去偷,利用你去搶 甚至利用你去販賣 女生呢 有很多女生,上癮之後 要出賣自己的身體 去做小姐,去維持自己 或者最初,它被一些社會的男生去追求 去哄她 或者和她談戀愛 結果那個女生喜歡了她 那男生就騙她 我給大耳洞拿人家錢 哄那個女生 哄那個女生做小姐 去幫她還錢 接著之後 那個女生會慢慢成熟 知道被人騙 教她吸毒 你有沒有曾經試過 引起了 你又沒有錢 那你不會做一些非法行為? 那這個當然 一定會 最初的時候都可以問人借 或者用自己的方法 有氣力的時候可以去打劫 可以用自己的方法 我最差的時候 就是在香港一個地方叫做 寶蘭街 寶蘭街那裡很多的娛樂中心 那些舞廳 那些記者 那些酒簾 那時候我 自己吸毒都很好 自己每天起床都不敢照鏡 為了吸毒 我就在波蘭街的樓梯口做扯皮跳 介紹人上去找小姐 那時候也很重要 其實想起都是很難過的一件事 父母當時是怎樣想的 媽媽都被我激到生癌症 其實那時候不是我不想改的 是我沒有能力改 最初吸毒的時候 由於我們在黑社裡面 我們害怕 為什麼害怕呢 天天害怕被人砍 晚上害怕被警察抓 你以為做壞事害不害怕 我們害怕的 我們的良心在這裏 我們知道很多身邊的朋友 有些被人抓了坐牢 有些被人砍死 我們自己害怕 最初又要請英雄 又要爭出頭 打出名字就有地盤了 有地盤就有錢 其實大佬就在後面 讓你這些小弟 那些英雄心去催眠你 當你吸毒 怕 麻醉自己 上癮 你幾打都沒有用的 各位 我問阿子明這個問題 其實讓各位朋友 去認識一下這個毒品 不只是對自己的身體有害 而是那個影響是很深的 但我又很想問阿子明 你是親身經歷過這個大麻 那時候你吸毒的時候 給你一種什麼的感覺 你是不是真的覺得很快樂 第一次我們有笑 有些頭暈的感覺 有些輕飄飄的感覺 有些好像喝醉的感覺 其實最初的時候 是別人做我們做 還有怕別人笑 我這樣做你這樣做 你是烏龜來的 我需要別人肯定 但第二次第三次 開始上癮之後 你自己都不知道 最慘就是 到你讀癮法的時候 我們追求那種feeling 大麻呢 當他癮來的時候 是心癮 肉體的癮沒那麼重 但你不斷要追求這個feeling的時候 因為我們身體有一個耐弱性 我們要更大的刺激 更大的反應 才能夠滿足了我們 慢慢慢慢 追求其他東西 海洛英 試其他東西 大麻是入門的 所以 今次加拿大政府 給這個大麻合法化 我看不到有什麼好處 是百害而無一利 真是不知道為什麼 我很想知道 你初初提及到這個大麻 你會再 要尋求那種快樂 和那種刺激的時候 是不是每一次的份量 是會越來越增加 遞真的 但是在過程當中 你沒有曾經試過 為什麼我要再吸 有沒有曾經試過 想過那一刻的話 我可不可以不吃呢 這些都是遞真的 遞真的 好像你賭錢那樣 當初被你贏輸輸 你不是很覺 有一次被你贏很多的時候 輸錢加贏錢起 我們很漸進的事情 很恐怖的一件事 周間玩 一個星期玩一兩次 一天玩一次 一天玩兩次 一天玩三次 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 玩一次 你自己慢慢慢慢上癮自己都不知道 好像海樂英那樣 直至你身體不舒服 好像感冒 好像不舒服 吃完之後就沒事的 原來別人告訴我 我們已經上癮了 但是現在這種 我們叫大麻 軟性的毒品 有一件事 它是周間才玩 比如星期五 星期六晚 Wave Party才玩 它玩了自己上癮都不知道 到它上癮的時候 它停不了了 我想知道 你吃了一個大麻之後 你要隔幾個小時 你要再吃 最恐怖就是 我不用定時吃 我不開心的時候才吃 我情緒不好才吃 其實吸毒 可以讓人暫時去麻醉一下 麻醉一下 但是解決不了問題 最主要的一件事 你怎樣面對這個現實的壓力 怎樣解決你的問題 怎樣控制你自己的情緒 還有你人生有沒有盼望 我不做些什麼 我不做這些事情 你還有什麼做呢 還有一件事 為什麼會吸毒 就是因為我寂寞 我不被肯定 我找不到做人的意義 這個就是很重要的原因 你由初初第一次吸毒 去到戒毒 經過多少年時間 其實我吸了毒 不是很久 我想是十二、三歲開始碰大麻 十四、五歲 可樂英 去到十九歲 就有機會去到香港神器會 方針戒毒 去接受方針戒毒 在那裡信了耶穌 那就改變了 今年四十八歲 我想都是二十歲到現在 四十八歲、二十八年 靠著主的恩典走到今天 感謝主 各位 大家在鏡頭面前 見到陳子明 我想大家都沒有想過 他現年四十八歲 我想說話 你年輕 不要緊 人老心不老 但確實 我相信這個毒品 是影響神心 而影響我們的外表 甚至你經歷了二十八年 子明也是四十八歲 靠著神的恩典 他現在四十八歲 他為神去 為福音戒毒 就是幫這些朋友去戒毒 所以我覺得 這個故事 留在下一集 讓子明親身告訴你 他如何接觸神禧會 如何解毒 有什麼意思 令他真真正正解毒 我們下次談吧